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诗典读书 我是主播文岳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一个人最顶级的活法 读好书 教正有 见世面 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如 曾在书中写下 人生三愿 一愿识尽天下好人 二愿读尽世间好书 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短短几句话 却参悟了人们身处于世 最顶级的活法 很多时候决定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不是财富 不是地位 而是它的见识和格局 那些在动明世事后 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的人 往往都是因为做到了这三点 一 读好书 作家莫言曾说 为什么要努力读书 为什么要多阅读 只是为了以后 不想在碌碌无为中周而复始 不愿在柴米油盐的计较中 磨灭希望 而读书就是帮助我们 实现价值的捷径 是的呀 想要告别平庸 没有什么比读书更有效 更快捷的方式了 曾看到一位博主说 什么事对我影响最大 我觉得是读书 首先 读书给了我和世界相处的底气 当你看过非暴力沟通 你会知道怎样心平气和地 表达内心的诉求 并得到他人的回应 当你看过富爸爸穷爸爸 你会知道 一个人如果搞不懂金钱的规律 即使他一身光环 也逃不过为别人打工的宿命 当你看过安娜卡列尼娜 你会知道 比起亲其所有的缺爱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学会爱自己 当你在困顿迷茫之时 读一读名人传记 你就会发现 再优秀的人都有过绝望的时刻 所以不要轻言放弃 通过读书 我还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每次读书后 我都会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去 因此解释到了很多书友 很多人会看我推荐的书 我也在大家的分享下 读到了不少好书 我们在读书会里 互相交流 相互帮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到了满满的幸福 相信很多爱读书的人 也会对这位博主的体验 感同身受 阅读的过程 也是开拓事业 丰富人生的过程 脚步到不了的地方 书本可以把你带到 人生参不透的困惑 书本可以带你解答 甚至你还会因为读书 连接到更优秀的人 做更多充满意义的事 诚如作家周国平 在《思想的星空》中写的 你正当好的年纪 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 人生可能就会因此 发生正当好的巨变 当你读过的书多了 你会发现 那些在书本上学到的智慧 感受的美好 终有一天会连接起来 成为人生曼妙的风景 想要自己变得更好 就从读书做起吧 你想解决的问题 想见识的人生 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二 交正友 孝经里有一句话 事有正友 则身不离于另名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身边 有敢于当面指出 他缺点的朋友 那么他的好名声 就不会丧失 人生路上 我们难免会遇上 名利的诱惑 欲望的考验 真正的朋友 总会在关键时刻 直言不讳地 点出你的错误 为你指一条名路 《种子艺书》中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乔西因为工作遇到平静 心情低落 想要辞职 几乎所有的朋友 都赞成乔西的选择 觉得他既然不开心 那不如换个地方工作 可正当乔西准备 办理辞职手续时 有一个朋友却提出了反对 他对乔西说 不要没准备好 就离开了之前的工作岗位 你追求的快乐 可能具有误导性 事实上 你要关心的是 在哪儿学到的东西最多 而不是在哪儿最开心 如果你在现在的工作当中 已经没有成长的空间 并且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 那么你可以另谋高就 但如果你在工作当中 仍未把优势发挥到极致 那你就应该继续投入精力 把工作做到最好 不要因为遇到挑战而离开 你总是一遇到困难就想逃避 但是想要成长 必须面对困难 总结经验 朋友的话听着扎心 却让乔西醍醐灌顶 她认识到 跳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境 因为换一家公司 她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乔西选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最终她克服重重困难 做出了十分出色的成绩 林肯曾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朋友 便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虚伪的朋友 只会一味迎合你的喜好 让你在欲望的泥潭中 越陷越深 优质的朋友 则会在你被浮华迷眼时 点醒你的迷茫 助你走上正道 前者让你自以为很优秀 后者让你越变越优秀 两者相较 谁更能促进一个人的成长 不言而喻 真正为你着想的朋友 并不会一直吹捧你 夸赞你 因为在意你能否走好眼前的路 所以他们敢于指出你的不足 希望你有所进步 行走一世 我们也应当明白 中言虽逆耳 却最有利于成长 良药虽苦口 却最能治愈病根 那些在人生路上 敦促我们自省和进步的朋友 值得深交一辈子 三 见世面 电影《小妇人》里 有这样的一句话 女孩就是要见见世面 才能决定自己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语点出 见世面的重要性 没见过世面 有多可怕呢 朋友有个表姐 小时候不爱读书 一放学就待在家 看连续剧 她的家人对此放任不管 觉得乡下的女孩 学得好 不如嫁得好 在父母的影响下 表姐初中还没念到一半 就辍学在家务弄了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她昔日的好姐妹 都已经大学毕业 有了体面的工作 她却懵懵懂懂地 嫁人生子 做起了全职嘱咐 因为没有工作 她老公经常嫌弃 她和女儿在家白吃白住 不仅给她很少的生活费 而且一发脾气 就动辄全打脚踢 朋友劝表姐 要不把婚离了 去外面找一份工作 可表姐却说 女人离婚 那得多丢人呢 乡下人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都是命 唉 让人一生叹息啊 没见过世面的人 一生只能困诱在 狭小的世界里 他们不去改变 并不是因为不能 也不是因为不想 只是不愿意去相信 命运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人为什么一定要见世面呢 很认同这样的一个回答 见过世面的孩子 温和却有力量 谦卑却有涵养 他们能和你聊国际大事 也能看邻里家常 他们能住五星酒店 也能睡雪地里的帐篷 他们能穿着高跟鞋 穿行在都市 也能背着几公斤的相机 漫步于世界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 也有心心实现自己想要的 所以他们的成长 是加速度级别的 见世面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但是一定能拓宽你的眼界 去博物馆 感受宇宙星辰之变 花鸟鱼虫知奇 去山间田野 感受四季的轮转 大自然的美丽 去做义工 感受风俗百态 人间百相 去看名人的纪录片 感受人生在不同阶段的可能 正如毕书敏所说 你必得和日月星辰对话 和江河湖海物谈 和每一棵树握手 和每一株草耳鬓思磨 你才会顿悟宇宙之大 生命之危 时间之贵 死亡之尽 经过世面的人 往往会对这个世界 有更深更广的认识 他们未必去过很多的地方 可思想却能抵达星河宇宙 他们未必经常交际 可双眼却能动穿人性优微 正是因为熟悉事情 所以他们有勇气去探索未知 也有底气去接纳失去 心态更平和 也更包容 见过世面和没见过世面的人 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闲暇之时 多去开拓视野 你想见的风景 都在赶来的路上 莫言曾说 每个平淡无奇的生命中 都蕴藏着一座宝藏 只要肯挖掘 沿着哪怕是微乎其微的 一丝优点的暗示 也会挖出令自己惊讶不已的宝藏 生命有限 我们只有不断拓展人生的疆域 才能邂逅美好和辽阔 多读好书 经过书香尽然 灵魂才会充满能量 多交正友 忠言往往逆耳 但却最有利于成长 多见世面 你向往的诗和远方 终将回馈到你的身上 人生是一场时机而上的旅行 只有不断向上攀登 才能看到云霞翻涌 天高海阔的风景 往后一生 愿我们都能不断地修炼自己 在自我沉淀的修行中 打磨智慧 在链接世界的过程中 打开格局 任凭人生际遇如何变化 都能内心风盈 温和从容地 过好这一生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